欢迎来到后顿网,请记住我们的网址 3w.后顿网全品.com 免费下载高清版,请登陆后顿网论坛 大家好,欢迎收看后顿网视频教程 那么上一堂课我们把对象的一些基本概念 那么什么是对象,什么是类 然后怎么样生成一个对象 对大家进行了讲解 那么这一堂课我们深入来了解一下 对象的生成过程 以及对象在内人当中的分布情况 好,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生成一个类 类是对象的基石 没有类就不可能有对象,是吧 我们第一个类叫人,这个类 那么人呢,大家想一下有什么属性 比如说人有身高,是不是 那么人还有什么 人有性别 人,再定一下人的方法 方法就很多了,是不是 比如说话 是不是 还有什么吃饭呢等等 是不是 我就定一个了啊 那么人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属性 姓名 性别我就删掉了 那么我定的这一个类 这个类非常简单 那么在这个类当中呢 我们有两个属性 一个是姓名 一个是身高 还有就是一个说话的这么样一个方法 好,我们来实力化出一个对象 小名 我们只要 通过new关键字 然后加上类名 就可以把这个对象 我们这边啊 生成出来 生成出来对象之后呢 我们给的对象 修改一下属性 比如说小名的名字是 这个对象 小名的 他的姓名 是小名 身高 比如说1.78米 那么这样 我们就定义出来一个这样的一个对象 是不是 好,我们把小名这个对象啊 输出一下 直接拷贝 直接拷贝 小名 小名 身高1米 78米 是不是 那么我们这样生成的对象 好 我们先来把这一块注视一下啊 我们先回头看一下 我们在变量当中讲的这个传值和传值的方式 回顾一下啊 比如说我第一道乐A 它等于 嗯 9 那么我第一道乐B 等于道乐A 我们输出道乐B的时候 道乐B等于多少 道乐B肯定也是9 是不是啊 而且是道乐B呢 是把这个道乐B的值完完全全的复制了一份 对不对 道乐B肯定也是9 那么假如说我更改了道乐A变成100 道乐B不会受到影响 是不是啊 因为这个它是完完全全的把道乐A的值复制给了道乐B 这就是传值 是不是啊 假如前面我加上一个连接符号 这样我们传递的是什么 传递的就是 加这符号就是 传递地址过去 是不是啊 那么不加呢 就是传值 把值传过去 是不是啊 这个我们前面在讲基础课的时候都已经说过啊 假如我加上这个符号 我们把道乐A改成100之后呢 道乐B是多少啊 也会变成100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画一张图 当我们在这个内存当中 有一个这个区域存储的一个数值是9 然后呢 我们道乐A 还有道乐B 当我们用等号的时候 把道乐A 这个道乐B的时候是什么呀 是完完全全把这一块内容取过来 是不是 在内存当中又多了一个9 对不对 这个非常好 容易理解啊 然后他 指向他 他 指向他 对不对 那么加上 当我们加上引用符号的呢 就现在把这块内存当中的地址呢 复制给道乐B 这是我们加上这个 嗯 引用符号的时候 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 也就是说 当我们引用的时候呢 道乐A和道乐B 同时指向一块 内存当中的一块区域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传值和传值的不同 好 我们把这一块注释一下啊 相信听过前面课程 大家应该对这块都理解了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对象啊 我们的对象是一个什么样的传递方式 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现在再生成一个对象 比如说叫做 李四 把小明的对象 复制给李四这个对象 这个李四的对象 我们看一下 这李四是不是把小明在里面对象的属性啊 方法啊 属性啊 完完全全的复制了一份啊 我们看一下 李四我们输出一下他的身高吧 姓名吧 我们直接输出 刷新小明是不是 感觉上好像复制过来了 是不是 因为小明这个属性 本身就属于小明的对象了 好 我们现在把小明改一下 小明的名字改一下 姓名改一下 改成 张明 明 大家看啊 我先把小明的对象 复制给李四 是不是 复制完之后 然后 如果他是传值的方式 就是把小明的属性 完全全复制给李四的话 怎么样 那么我在下面更改小明 不会影响他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影响他 刷新 他受到了影响 是不是 李四同样受到了影响 就是说 我重新把小明对象 复制给李四之后 我再更改小明 李四反而又受到了影响 通过前面的例子 大家能知道这是什么 这就是 相当于我们变量当中的 引用的方式 是不是 那么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对象 对象 上升对象之后 返回的是什么值 返回的是对象的引用 返回的是这个对象的引用 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当我们上升对象之后 我们返回过来的 得到的这个变量 得到的是对象的引用 所以我们不可以通过 把一个对象 直接复制给 另一个变量的方式 复制出一个新的对象 我们不可以 那么我们后面会讲到 克隆的概念 克隆的概念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在内存中 我们画一张图 画一张内存中的图 在Propon里画了 那么我们既然知道 我们这个变量 这个存储 就通过我们new一个实例之后 返回过来的 是一个对象的这个引用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保存在哪里 我们对象的引用 是保存在我们内存区域当中的 占内存 占区域 在这个区域里面 保存我们内对象的引用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小名 然后我们具体的对象呢 保存在我们内存单中的 对 这里面存储我们具体的对象 比如说我这个 新生存储的对象 是有一些这样的属性 在这些地方 我们今天 我 说 我 好,我就简单画一下了 这次我们在堆内存当中才存出我们的对象 那么假如我们以后又新生成了一个对象 那么就会在堆内存当中再新生成对象 比如说我们通过new关键字又生成了一个对象 比如说叫苗苗 那么怎么样 在我们这块又会生成一个 就在内存堆区又会生成一个新的对象 那么对象创建过程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些比如说 静态属性啊 我们会保存在数据区 然后呢我们的函数和方法呢 会保存在代码区 那么这个以后我们会讲的那块啊 我们先只看堆和站啊 当我们对象创建好之后 我们的第一步呢 就是在内存当中生成这样的区域 第一步是什么 在内存当中啊 开辟出 对象的空间 这是做到的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呢 执行 构造方法 当然构造方法我们还没有讲啊 也就是说会有一个特殊的函数 当我们对象创建的时候 他就会自动执行 那么为我们对象完成一些初始化的工作 比如说我们先简单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人啊 你看我先把这一块注视一下 当我产生一个人 人一的时候 还是这个实力化下 或者说直接不产生 我就是6一个人 我在创建一个对象 对不对 那么第一步呢 会在我们内存当中 内存当中 开辟出空间 存储我们创建这个对象 第二步呢 就执行我们的构造函数 就是这个construct 我们在网站里看一下啊 刷新 一个人产生了 这是第二步要执行的 就是当我们对象创建 在内存当中创建成功之后 第二步就会执行这个 嗯 构造函数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构造函数 完成一些初始化的配置 第三步怎么样 就会返回我们对象的内存当中的地址引用 复制给谁 复制给人 那么这就一共就这么三步 将对象的引用地址返回 所以说我们对象 这个变量得到的就是我们对象这个引用地址 是不是 那么你当把一个对象 复制给另一个对象的时候 其实复制的不是对象的值 而是他引用的地址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那么有个学员马上能想到了 老师我第一步把这个对象啊 上传完对象之后在内存当中开辟空间了 这个已经举得很详细 我清楚了 那么我第二步 我还通过这个构造函数 完成一些初始化的配置工作 我第三步呢 才是把我们对象的引用地址返回给我的变量 是不是 我没有引用地址 我第二步怎么才能怎么来配置我这个对象啊 我我这个引用地址是第三步才返回给我的 返回给这个变量 第三步才返回给这个变量 然后我可以通过这个人的变量 然后修改里面的属性啊 是不是 那么我在第二步的时候 要通过这个函数完成一些基本的配置 完成一些对我们当前对象的基本配置 我要完成配置 比如说就是一些修改属性啊 这样的一些操作 对不对 那么我没有对象的引用地址 我怎么来操作这个对象啊 是不是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关键字 dollar list dollar list 有这个关键字 dollar list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dollar list和我们这个是一样的 它存储的也是当前对象的引用 存储的也是当前对象的引用 那么比如说我这个构造函数 因为我们知道第二步就是要执行构造函数 第三步才会把这个对象的引用返回出来 传递给这个变量 我这个构造函数里面有两个变量 接受一个name名字 还接受一个身高 都是拼吧 姓名 身高 这两个变量啊 虽然用的是同样一个名啊 但是他们在内存当中存储的区域不同啊 这是我们存储在对象的区域 是不是 他们俩存储的区域不同 所以说不会产生这样的影响 那么如果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也不要这么来起 虽然不会产生影响 但是也不要这么来起啊 容易造成这个 修改代码时候造成这混乱 那么我就可以给它改成一个 姓S吧 然后呢 身高就是S 比如说我们 当我们在创建对象的时候 我希望对我的对象进行一些配置 我们可以怎么样 $list S等于 姓名 然后呢 身高 等于到了船 好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往里面传出去的内容 比如说姓名叫做李海 身高呢 比如说是三米 比如说是三米 巨人了 我们直接输出人 姓名 连接上人 性别 身高 这个人很别扭 是不是 李海吧 我们在浏览器里看一下 刷新 李海 三米 是不是 我们再把这流程再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第一步呢 我们要生成一个对象 那么生成好对象 生成好对象 所谓生成好对象就是在内存当中开辟一块空间保存我们这个对象的那些数据 在内存当中开辟一块空间存储我们的对象 对不对 第二步执行什么 执行构造函数 构造函数 因为我们通过第一步在内存当中开辟一块空间存储了我们对象 所以说我们肯定就是有一个这个存储的地址了 是不是 那么Doll list呢 就可以得到我们这个对象的引用 然后呢我们可以通通过Doll list来修改我们这个对象的姓名和身高 是不是 也就是Doll list它存储的也是我们这个对象的引用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它来修改 我们在内存里画一个图 还是接着画我们的图完善一下 现在只有这一个对象 那么在这里面不止存储了我们这些对象的一些数据 还存储了一个什么 Doll list 这个Doll list它存的是什么呀 它存的还是我们这个对象的这个 存的就是我们自己 画箭头吧 存的是我们自己啊 箭头有点小啊 Doll list 这是Doll list 它存的是我们这个本身对象的引用 和我们这个返回回来 第三步返回过来的存的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通过Doll list是不是就可以修改我们对象里面的内容 是不是 那么这就是执行的第二步啊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Doll list它的作用 好 也就是我们Doll list啊 它存储的也是我们对象的这个这个引用啊 也是我们对象的引用 和我们这个返回过来的引用是一样的 好 我们再来完善一下啊 那么我们每次打谁在说谁在说是不是很麻烦 是不是是不是很麻烦 我们可以把这个放在哪里啊 放在这里 Doll list 姓名 连接 Doll list 身高 你看 我直接执行离海里面的一个方法就是说话 刷新 离海三米 我同样是会可以张大输出 你看我把这方法注视掉 就没有结果了 那么为什么可以输出呢 我们还是来分析一下内存啊 那么大家就很清楚了 我们第一步在内存上规划空间之后 那么通过我们第二步执行完够了函数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就已经 在内存当中已经存储好了这个对象的属性 这个姓名和身高 是不是 然后第三步呢 把我们对象的引用传给给离海 是不是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离海 找到我们内存当中的对象 我们通过离海 就可以找到它 没问题吧 通过离海可以找到它 是不是 找到它之后呢 我的lis代表谁啊 lis代表谁啊 是不是代表这个对象这个地址啊 是不是代表这个对象啊 是不是 代表这个对象的引用 那么我是不是完全 完全可以用它来调啊 然后我通过lis来输出当前对象的姓名 输出当前对象的身高 是不是 没有问题吧 那么好 这就是我们这堂课所讲的内容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对象生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还有对象在内存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分布的方式 然后呢 我们也讲了一下这个构造函数 后面我们会讲西构函数 也讲了dollis 是干什么用的 dollis去保障我们对象的引用 引用地址 对不对 它和我们返回过来引用地址是一样的啊 它可以保护我们对象的引用地址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当理解成当前对象 这样的中文文字 当前对象的这样的中文文字啊 可以把它的类似理解成 当前对象 这样就比较好理解了 这个dollis理解为当前对象啊 然后我们也讲了从对象的生成的这几步 然后内存的怎么样的一个 这个勾造方式 然后dollis的使用 然后大家呢 可以把这图看一下啊 我再总结一下 第一步我们在创建对象的时候呢 在内存当中 生成存储存对象的区域 对不对 存储对象的区域 开皮块空间来存储这个对象 那么dollis呢 当然也是保存在这个区域当中去啊 然后它存储 dollis里面存储的是当前的这个区域的引用地址 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dollis来改变里面的值 改变这个对象的值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 构造函数的方式来改变它 对不对 我传递过来李海 传递过来三米 改就是当前对象的姓名 我要变成李海 当前对象的身高 我要变成三米 是不是 当前对象的姓名 当前对象就是他自己吧 那么你要有别的对象呢 你可以有n多个对象啊 CV 是不是 你可以有n多个对象 你可能还有一个对象 你可能是不是 你可能还有一个对象 那么dollis代表谁呢 代表当前对象 代表这个对象了 就是每一个dollis 它就代表自己的对象的地址引用 然后第三步呢 会把我们这什么 这个对象的营用地址 返回给变量 返回给变量 我再给充实一下 比如说现在我们定一个李海了 那么我们还可以定一个什么 定一个 李明 是吧 可能是兄弟俩 是不是 李明的个子比较矮 是一米六 二 那么这就是李明 我放在这里啊 李明 他保存的是这个对象的 引用 是不是 那么这个dollis呢 保存的就是 每一个dollis啊 它就代表当前对象 是随着对象创建 他就会保存当前对象的这个引用 好 这就是我们这堂课内容啊 其实内容不多啊 也比较好吸收 然后大家下课之后呢 好好理解一下 有问题呢 到后顿网论坛进行提交 好 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 后顿网提供免费视频分享 如果在学习中遇到问题 请到后顿网官方论坛进行交流 也可以登陆后顿官方课课群 从此后顿网论坛提供高清版下载